大家最担心的 说一直往外扩厂 会不会到最后 台湾好像变得没那么重要 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 其实台积电也是持续加重 在台湾的一个布局 那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呢 在台湾目前我们是拥有 非常完整的一个群聚效应 那么同时台积电的这个工程师 24小时的随时待命 也让我们在整个台湾生产的一个晶片 是具有高度的一个性价比 这个是在国外厂时无可取代 台积电的全世界扩厂的脚步啊 哇真是不得了了 现在大家都疯抢 已经抢到了还要更多 我们要另外来看到 这个是熊本他的知识呢 来到了台湾 拜访了台积电 希望呢在熊本继续盖第三座厂 好那现在这个全世界布局 到底要怎么看 各自进度如何 接下来还有哪些地方 有机会继续扩厂呢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我们台积院的总监 请到佩甄姐来跟我们好好聊聊 佩甄姐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世界地图 就是现在世界地图 几乎要被台积电填满 是不是 我们来看从美国 然后亚利桑那州 德国这才刚刚的一个动图 然后熊本 然后看到了在中国 现在这整个世界的版图 我们要怎么观察它 好我想目前呢 全球都在抢占台积电 那因为最主要是台积电 它是全球在半导体制造 是最具重量级的 如果各国呢 能够这个邀请到台积电 到当地来设厂 那当然可以带来 上中下游的群聚效应 那包括了过去 其实美国一直在把这个 制造端往亚洲来移动 现在也要拉回到美国 那当然在这个欧洲的部分呢 也是 那过去呢 比较着重在成熟制成 对 那么现在目前呢 也希望借由 车用半导体的市场 来跟台积电做一个结合 对 那更不要说在日本的部分 更希望是能够重返日本的荣耀 所以也积极地 我们看到这个熊本的知识 也希望能够台积电 希望能够在近期呢 能够在这个日本设置第三场 不过我想还是碍于 现在日本呢 当然在政经情势 还是比较动荡的 再加上美国目前总统大选 其实要到11月才会揭晓 所以我想在这个台积电 在这个之前的这个步伐 还是会目前先以 这个熊本的两场的部分 来做一个布局 好 那我想在台积电海外的 一个重点的布局 我想第一个可以明显地看到 日本将会是率先登场 也就是说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那么日本的熊本的这个一场 将会正式地开始进行量产 那主要琢磨的将会是在 28以及这个22 还有在16跟12奈米 就要开始量产了对不对 量产开始营收就会进来了 是是 那明年的部分 首季将会把这个产量开始放大 那未来中期的目标 会达到5.5万片 那这个是在这个熊本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当然提到在三场 其实各个的一个地方政府的 也都积极地在进行这个争夺战 大家都来抢 所以熊本先来抢 就说你看我们这已经盖两场好棒 但其实像大阪 像福岡像横冰 其实都在抢台积电过去 是 因为他们知道台积电 所为日本带来的这个群聚效应 真的是效果非常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台积电 能够坐落到日本他们当地 但是这个部分还是有待评估 以及说未来的第三场 那究竟有没有机会可以延伸到 三奈米的一个制程 这可能还是要是日本当地的一个需求来看 那另外的话就是在美国的亚利三纳州 当然我们知道在确定了这个美国厂 它的一个补助款之后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积电 当然是反向的在这个提升 在美国目前的布局的一个这个金额 大概会是大于650亿美金 那我想这个之前在台积电法说 其实魏泽嘉总裁 他其实也提到了 那未来其实不管美国的总统大选 结果如何 那台积电会如期的在这个2030年前来完成 在亚利三纳州的这三座的一个厂房 那当然会包括了4奈米 3奈米 2奈米 以及未来在2030年即将量产的 会是在2奈米或者是及其以下的一个先进制程 那我想台积电目前对于美国的设定的目标 大概还是会先维持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除非未来的新任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还有新的一些对美国厂的一个想法 那德国厂我们可以看到 近期当然在这个上周已经举办了这个动途的一个典礼 那我想也充分的展现 那么在这个台积电对于德国厂 从这个宣布到这个动工 其实呢是大概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我想这个台积电也充分的展现 对于德国政府的一个诚意 以及台积电呢 它落实整个计划 它的一个高实现性 其实都是明显的高于Intel的 那所以可以看到 目前当然在德国厂 其实长期的合约已经落袋了 我们看一下它现在的制程的部分 在日本的制程有成熟 然后之后会往比较先进制程来这个推进 那在美国的部分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偏先进制程 那在德国的部分好像都是成熟制程 28奈米啊 16奈米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跟当地的一个应用的需求是有关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当然一开始还是着重在车用的一个半导体市场 还是比成熟制程 这个部分还是比重应用会比较高一点 那美国当然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就是以AI或者是高效能的运算为主 所以当然反观在这个部分都会是以比较先进制程的这一块为重 那么在德国的部分 它其实跟日本是相当的 也都是以车用半导体的这一块 所以目前也还是会以这一块为大宗来做一个发展 那当然除了海外的一个市场布局 我想重中之重还是会回到台湾 持续深更在这一块 就是大家最担心的 说一直往外扩厂 会不会到最后台湾好像变得没那么重要 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 当然的确大家会有 就是觉得好像产能一直在往外扩 但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其实台积电也是持续加重在台湾的一个布局 那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呢 在台湾目前我们是拥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群聚效应 那么同时台积电的这个工程师 24小时的随时待命 也让我们在整个台湾生产的一个晶片 是具有高度的一个性价比 这个是在国外厂是无可取代的 即便它可能是先进制成 但它可能它的CP值没有在台湾那么高 一样制成的部分 是的 那我们也预判在2030年前 应该在这个台湾生产 就是台积电的产能 大概会从过去九成 当然会慢慢的降低 那但是不会跌破八成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个还是会把这个最重要的主力 放在台湾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当然主要还是在 这个竹科的部分 那我想明年的这个所谓两奈民的制成的 第一期的这个产能 逐步的一个释出 那主要就是会落在这个新竹的 这个晶圆场 它的P1 P2 那未来P3跟P4 就会主要是以这个S4的 这样的一个制成为主 那我想台中的部分也是会以这样的先进制成 那我想特别是在高雄地区 可以看得到那目前呢 在这个南支厂的FAB22 那么前三座的晶圆厂都会是以两奈米制成为主 那我想这个都是2026年大概就可以开始量产 那当然它这个容量是可以到五期的一个厂房 所以P4 B5 目前呢是规划是在A14的一个部分 那预计会是在这个2028年呢 会开始来进行量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路从竹科 中科 南科 延伸到高雄地区 都可以看得到整个先进制成 先进封装 台湾依旧还是生产的重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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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